你终于承认了 我不要人养 我要工作 你少了这套 回去跟他过日子 吕总 我有男朋友的 要等从来就跟我没关系 男朋友 谁呀 徐天 他知道的 你绕着 你知道你还撕碎他 公报私仇啊 这句话说跟你听刚好吧 赵子慧 出去 吕总 你已经被辞退了 出去 吕总 死你个大头鬼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 辞退员工必须提前三个月通知 无显易经照常上 就这回啊 要打官司的知道了 请问你是谁呀 我徐天妈妈 她叫我阿姨 对不起 请您出去 要不然我叫保安了 我说完再叫 你们两个像不像领导啊 你们下了班回去关起门来 想怎么吃醋怎么闹 没人管你们 把人家一个小姑娘 加在中间搞来搞去的 人家都说了 跟姓颜的没关系 人家就想挣钱吃饭 真是莫名其妙 怎么 写字楼的人就这么不讲理吗 对不起 对不起 严若周 你少拿眼睛瞟我 我今天本来也是要找你的 赵子辉的情况我都了解 你这算是上级利用职权骚扰下级 你问都不问人家 你张吼就要养 你当好意 人家当晦气呢 怪不得你前夕要和赵子辉过不去 前妻 吕总裁是吗 我告诉你 我也是总裁 你不要以为人家小姑娘在上海没朋友 徐天 把赵子辉带走 辞退了是不是 三个月生效 明天赵常来上班 走 徐总 你婆婆可能不太了解了 回去自己看一看YDH的聘用合同 辞退生效一个月 明天周末不用来 周一可以照常上班 徐天 团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你走慢点 你推脚好了呀 好像真的好了 我吵一架气血都通了 妈 你先回去吧 我回哪啊 我回头还有话要说呢 你还想说什么呀 我该说的还没来得及说呢 爸 你到底有完没完啊 对不起了 我先走了 思焕 这么大人了 走不丢的 这包看着挺眼熟啊 快车 我来吧 好 怎么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给我 我比你大 比我大是什么 你是张云 倒立即岁 问这个人 你自己擦吧 不敢 疼就骂出来 骂谁 颜若周吕倩啊 骂呀 不会骂人 那就还是不疼 来 这个给你 毛巾和梳子 好 你到对面的西餐厅 去擦擦头 收住头 这边我看着 放心 萧总只要到了 我马上请萧总过去见你 好吗 你平时都这样吗 怎么样 来 身上有钱吗 给 去买点吃的 买点喝的 我有钱 笑什么 没笑啥 去吧 天津 就该是 你想いちゃん 你 帮你 叫我 你 寻思 不一会 就是 什么 给我 寻思 是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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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